可恶的,白天下矿洞,我想除了我,也就没谁了 唉,算了吧,家里都快戒不开锅了 让我看看,从哪里挖比较好呢 呃,或许这边就不错了 Here's Johnny 啊,有鬼啊,救命啊 啊,卧槽,原来是一场梦啊,吓死我了 这,这可真是太刺激了 呃,你这是又发生什么大病了吗 嗯,说什么呢,我刚才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噩梦而已 不过我又梦见了那个蓝色的家伙 你们说,是不是在暗示我这什么啊 我看只不过是你自己加自己罢了 哪有什么蓝色的怪物啊,反正我是没有见到过 我看就是你自己睡糊涂了吧 好了,今天有没有什么安排之类的 呃,安排?什么安排? 等等,外面好像有人 嘿,快,快点开门啊 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 赶紧的 嗯?嗯?我去看看 村民,你找我 赶紧的,拿上家伙 之前霍乱小镇的那个家伙又出现了 嗯? 现在我们必须要他直接干掉 嗯?霍乱? 那个家伙,你能不能说明白一点啊 嗯? 就是那个全身蓝色的家伙 大概有莫营人那么高 咳 等等 朋友,你听见了吧? 是我梦中那个家伙 村民,你先等一会儿 我去拿武器,马上就过来 哦 好了朋友,我想我们可以一起过去看看 那么村民,改路吧 嘿嘿嘿嘿嘿 当然了 就是这里了 就在这个下面 啥玩意儿 下水道 你是认真的吗? What? What the fuck? 当然了 你们下去看看就知道了 反正那个家伙就在里面 哦 好吧好吧 我知道了 走吧朋友 让我们出发吧 彻底解决掉那个祸害吧 嘿嘿嘿嘿嘿 嗯? 这个下水道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呀 就是很平常的 到现在为止 除了一些僵尸 那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嗯? 等等 是他 可恶的 居然真的出现了 你别过来 赶紧给我滚圆点啊 你这个家伙 我就不信 如此的火力还打不死你 给我停止你这个家伙 嗯? 不见了 嗯? 这是直接消失了? 不对劲 貌似是在这里不见的 可恶的 我丢 什么鬼 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啊 这看起来有点恐怖的样子 嘿 我说朋友 我们应该咋办啊 嗯? 简单 我们对这里不太熟悉 最好的办法 就是直接上去之后 堵死出口 等我们弄到一些 大型杀伤性武器之后 你懂我的意思吧 哦? 这听起来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好吧 就按照你这样办吧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哈哈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